中国大陆的部分 王毅而要部长 哇塞 一个礼拜之间厉害了 你看他这样跑的 从13号18号之前 从非洲 埃及 土尼西亚这些国家 再接下来转到哪里呢 巴西跟亚马加 一个礼拜的时间 就要跑到这么多国家来做访问 那么他说 因为共建一带一路 成果丰硕 前景宽阔 那巴西总统鲁拉也会见王毅 他强调 要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毫不动摇 所以在结束四国 马上赶去巴西亚马加 王毅肯定说 各国坚持一个中国 所以对于 我们台湾的邦交被影响 当然中国外长 每年必访的非洲 他说这是传统 所以感谢非洲 同跟中国建交的53国 都以不同的形式 对一中原则的坚定跟支持 动作当然很大 也不会停下来 那除此之外 全球都在看的是红海危机 红海危机飞弹打来打去 那么虽然美国也去轰炸 那时效如何 那么一个报导认为 红海危机对于 供应链的影响冲击 破坏是比新冠还要严重 那当然冲击影响力不一样 但就全球通膨来讲 他认为可能会再恶化 因为一旦运输被冲击 运价高涨或是走不通 就会对水果啦 谷物啦 对基本的食品都产生影响 当然物价就会涨了 那胡赛组织回应说 我们只封锁以色列跟报复英美空袭啊 并没有打算要攻击其他国家的船只啊 所以只想施压以色列停战就这么简单而已 他的目的不是攻击 是要要求以色列停战的 所以决定权掌握在美国手上 他认为美国只要要求以色列停战 就不会有这个红海危机的发生了嘛 但现在有一些爆料资料出来了 包括连欧盟的官员 欧盟外交官波瑞尔 他居然出来告诉大家说 哈马斯现在在尾巴冲突里面的哈马斯 常年接受以色列政府资助 那这现在打什么 他说被资助的原因目的是要干嘛 是长期以色列陪着他们 来作为削弱哈马斯的死敌法塔 来引发巴勒斯坦内斗内战 所以哈马斯之所以壮大 没有被消灭 来自于以色列的资助 尤其是这个总理 这个目前的资助 当然纳塔亚胡是他干的嘛 那他立刻回应说绝无此事 但是一个欧盟的外交官 会公开讲这样的话 目的跟原因又是什么 还有以色列战时内阁还闹分裂 前参谋总长出来讲话了 他说纳塔亚胡彻底打垮哈马斯的主张 是在说谎 他说他想在不停火的情况之下 救回人职也根本就是幻想 现在还有一百多个人职在对方手上 他说外界对以色列领导人阶层 已经没有信任了 所以一百多个人职生死未朴 战争一直继续下去的情况之下 在以色列有爆发的反政府示威是一波又一波 还有几名冲突发生 尤其是1月20号那天是有数千人 涌到了特拉维夫 要重新改选 重新有新内阁纳坦雅胡的抗议声浪越来越高 但欧美在中东 现在算不算是栽跟头了 有15枚飞弹猛攻 是美国驻伊拉克的基地被攻击了 法新社报导 美军驻伊拉克的空军基地 被15枚火箭弹攻击 当然13枚被拦截下来了 有2枚攻击成功 所以有造成人员伤亡的问题 英国有这个画面上看起来觉得很惊奇 被形容三宝界的天花板 英国皇家海军扫雷舰开进港的时候 居然去撞到自己的另外一艘军 船船 船车的概念 技术真的差到这个地步 是训练的问题 还是怎么会这么瞎 但这个是英国海军扫雷舰 齐丁福尔德号 在中东巴林发生的事情 还不是第一次 倒车倒过头 技术真的很差 没有夹照 倒车倒过头 而且这不是第一次 过去这个三宝塞扫雷舰撞友军 三年已经有两次船货不断的在发生 上一次就发生在2021年 在巴林港口一样在中东级别 所以这个红海危机还没有解除 对于欧美国家在中东 各种各种的影响跟影响力 纳坦雅胡 亮哥一直不断的这些事情爆发出来 还能够让他继续维持目前的现况吗 这个艾森科特 就是以色列的参谋长 他来挑战纳坦雅胡 这个有点像 这个乌克兰的武装部队指挥官 这个Zarushni 出来挑战折轮司机 完全一样 是 他在挑战什么 他说 你定的战略目标根本做不到 他说要消灭哈马斯 他就认为 你的战略目标目前在加上 根本没有落实 还用这样来唬弄大家 他就认为 纳坦雅胡应该要 立即重组战时内阁要选举 因为他们本来5月要选举 纳坦雅胡就是不想下台 因为他只要选举他一定输的 跟哲伦斯基完全一样 哲伦斯基是3月要选举 他假借国家安全说没有办法选举 不然一定输的 哲伦斯基现在民调只有32 那个Zalushni 他的武装部队指挥官是70 完全一样 我说说这个就是悲剧 可是这个可能是 以色列加萨战争的一个转机 因为以前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美国也没有办法处理以色列 对不对 现在以色列自己内爆 让我们说 埃森库特自己去内爆 让他们自己去做战略目标的重整 因为消购哈马斯本来就是做不到的 至于欧盟的外交官 波瑞 他去爆料以色列曾经支柱哈马斯 这个一点都不意外 那为什么会他立刻否认呢 因为一定是透过军情单位 透过秘密预算 这个我跟你讲 多了 他怎么能承认 当然不会承认 我请问你美国有没有支柱过IS 有啊 是啊 你看我们舰长就说有啊 那美国能承认吗 美国也不能承认 那美国为什么曾经支持过IS 因为他当然就是想 内乱 制造他们的内乱 所以 那这个肯定也是CIA 跟命令预算去弄的 事实上 有人还拍过一个照片 说美国以前那个资深的参议员 麦坎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他那时候积极想要处理IS问题 那也跟相关的人开过会 那麦坎算是致命人物 所以大家拍了照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其他人有没有参与过 IS的秘密会议 而且IS的创办人 至少最主要那五个人 就是都在美国那个伊拉克 盖的监狱里面出来的 美国就是在伊拉克里面盖监狱 然后抓到一些游击部队 基金分子就把他关起来 那一定是进去跟他谈 所以你要不要 要不要谈个调 这个事实上 我们在美国的电影也常看到 坦白讲人家都是有所本的 你以为好莱坞那么厉害 对不对 会自己发明剧情 一定是有一些是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他只是在跟他讲说 纳坎尼亚胡你不要讲话 讲了一副 一副圣洁无比的样子 那你现在讲白了 说你要消灭哈马斯 根本就是为了自己不用下台 所以坚持把那个目标 拉上纲 不就是这样吗 事实上你是为了自己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现在以色列人都有人 开始讲大白话了 那为什么这个 我们说这个 那个Sendical 他有正当性 因为他儿子从军 去年12月7号被打死 所以他有非常大的正当性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怀疑 他的忠贞 大概是这样 那难怪一百多名 还在人质生死未捕的家属 又怎么能够忍受这个现况 战争也不知道还要多久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英国海军的扫雷舰 除了这个意外 让大家笑说 是三宝吗 三宝界天花板吗 居然可以连续 已经好几次意外 都是这个海军的扫雷舰 靠岸 把人家其他的船 撞出一个大洞 或出了意外 怎么回事 舰长 我特别看一下 很多人可能看这个镜头的时候 你可能认为说 我们开车你后退的时候 我看不清楚后面 可能没有搞清楚 后面距离多一点就撞下去 但你不要忘了 这条船是在港里面 因此他这个时候 全船是在就进出港部署 什么叫进出港部署 平常在海上航行的时候 他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在那当值 就是轮流的休息 进出港全船就位 船都船尾都有人 准备带染干嘛的 所以那个舰长绝对非常清楚 尾巴快要撞上别人 那个舰尾的人会一直跟他讲 我距离多远 距离多远 距离多远 要注意要撞了 什么都会跟他讲 结果还是撞上去了 只有一个可能 你看他不是很快的速度 就是他的退车坏了 我现在喊退车 我现在要喊进了 进车来不了 不晓得卡在哪里 他就一直后退就撞上去了 有些船老了 真的有时候会出现这些问题 这条撞的船他几岁了呢 39岁了 英国总共造了这个船 造了13艘 他卖了两艘给希腊 三艘给立陶宛 然后还有自己留了一些 那卖给希腊的其中一艘 有一次在海上 被一个上船撞成两段 他撞人家撞成两段 还是他直接 别人撞他 他变成两段 他变成两段 然后就看到半截浮在水面 半截在水下 如果你看到那个画面 像就好像你看到一个 折祸把人给 拢两段 我看到那个 当不这样 我觉得天哪 那个真的是很可怕 这是一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 他的装备故障 而不是说因为说 人为的疏失 第二个我要特别讲一下 很多人都在想说 这个赛门组织 青年运动 这么小的地方 他怎么可以缴获这么大 搞了美国借务就算 还要搞了全世界 好多联军在这 这里有一张图 大家看完之后 请拉近一点 你就会知道说 为什么 这个赛门组织这么大 你看到没有 这是燕门 对不对 整个白的那一大块 你有没有看到 他的左手边是 胡塞控制区在哪里 全都在山里面 看到没有 他的山的高度 从一千多公尺 到三千多公尺 高山 几乎那里就是一个 像你想象的 就是阿富汗 从山峻岭 所以他打完 他就躲到里面去了 那你要怎么消灭他 他又有山东 又有山的这个 所以这些地方是很难的 除非你派地面部队 那地面部队 只要你进去 你试试看 这个整个区域 就可能会变得 非常的扩大 美国最不希望 就是这个战争扩大 这个扩大会是 美国的梦魇 因为整个伊斯兰世界 可能会起来反抗 是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湾邦交国刚断了诺鲁 有没有可能又加一 下一个外交部 现在还没有否认 但是你看看 中国大陆的外交的行程 却是密集到惊人 对 这个中国大陆的外长 他的惯例就是 他的每一年首访 都是到非洲去 那他今年你看 他是经过走了 非洲几个国家之后 到了拉丁美洲去 那我觉得特别值得关注 就是在巴西这个地方 因为第一个 大概国际媒体都有报道 就是说巴西 这个表达了 所谓的支持一个中国 他的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中国大陆的 一个中国的立场 那他这里头 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唯一合法政府 代表整个中国 第二个就是 台湾是中国 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那其实我第一次看到 是在巴西这个情况 其他国家很少这样 就是中国大陆的中文介绍 只有讲到一中政策 支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但是巴西呢 却把它分段讲得非常细 那这个表态 其实是在去年 四月卢拉访问北京的时候 他第一次 有这样一个公开的表态 那这一次他在重申 因为王毅特别飞到 这个巴西北部 卢拉在一个空军基地 他跟他在那边会面 然后他再重述了一次 他的立场 那巴西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其实非常非常密切 除了两边 两边都是金砖国家之外 还有一个因为 巴西现在的这个总统 他是比较反美的 因为前一个总统 是比较清美的 那现在他是比较反美的 所以他跟中国大陆 就很密切 那当然双边 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 巴西今年的11月18号 要召开这个 集团体的这个峰会 那那个时候 习近平就要访问巴西 所以这个其实 当然双边 因为有这样一个 高层的会晤 所以双方就开始